9月17日,NBA号门休斯多火箭队传奇巨星麦迪,在中国行期间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麦迪在采访中明确表示,他不看好火箭队先下安东尼,并且因为这种交易,火箭队很难打进西部决赛,并且存在着在西部决赛。 以后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性,麦迪表示,安东尼的这桩交易,对他个人来说是很不错的运作,但是对于火箭来说,这桩交易显然不是必须的。 火箭在这个夏天失去了太多的防守能力,防守是火箭上的赛季,创造好成绩的关键所在,但钱光只是拥有比较强的得分能力。 基于此,麦迪认为新赛季的火箭队,未必能够实现打进西决的基本目标,甚至存在在季后在第一轮,就被淘汰出门的可能性。 因为今年的西部,竞争的要比上个赛季更强了。 这其中虎人,雷霆,爵士等球队,都在虎视淡淡,而且都比上个赛季变强了。 笔者则认为,麦迪的看法虽然比较重肯,但却是用老眼光,在看待火箭队了。 诚然,持续埃里扎和巴默特,导致火箭的防守变差了,但火箭的防守也并不只是依靠这两名球员,在其他球员都离队的情况下。 补充安东尼加强关键节点上的进攻,对于火箭来说,实力应该是不降反增了,因此比较更看好火箭,在本赛季继续打进西决。